中队长成了网络红人 为什么能够成为红人呢 原因是很多网民发现了这名队长有一个小动作 执勤的时候喜欢捡路边的小石头 看看 最近发现这名捡石头队长的是聚荣当地的一名网友 11月7号这名网友发帖称 自己在前天晚上9点多钟经过聚荣市黄梅阵时 发现当地交警中队的队长正在马路上捡石头 天气很冷 这名交警的小举动却让过往突起觉得很温暖 此后这篇帖子迅速在当地引发热议 五天时间里就有近2000人表示了关注 有人质疑这是不是作秀 更有人表示他们也有过相同的发现 你见过交警晚上扫马路的吗 或许很多人见过也有人不信 但是我真的看到过 13号下午在聚荣市黄梅交警中队记者 见到了这名备受关注的捡石头队长周道春 对于自己在网络上的一页成名周队长也很意外 周队长说尽管交警部门并不负责对路面的青草 但作为一名老交警 他深知这些路面上的石头可能带来的危险 周道春说在马路上看到有石头就剪开 这其实是他多年养成的一个职业习惯 而中队的其他民警也都在这样做 这样的行为只是举手之劳不足为奇 但记者了解到 其实这样的举动对老周来说并不简单 因为十多年前在一起事故救援中造成的腰部损伤 周道春患有非常严重的强制性脊柱炎 每一次弯腰都不容易 但周道春还是在执法一线 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多年来他先后被评为镇江市劳动模范 和镇江市优秀共产党员 捡石头中队长用自己的小举动 保障着道路交通的大安全 江苏城市平道为您报道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 俨然成了一个网购的狂欢节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在当天享受到了 不断刷网页 不断进购物车 不断点击支付确认的疯狂经历 不过已经到了双十一后的第三天了 不知道您网购的货物都 不断刷网页